我说这个笑话 虽然是个笑话,还是个故事性 有朝代 就是清朝的事 光绪二十六年 刚死啊 义和团的事,什么叫义和团呢 就是人民起义嘛 那这外国人欺负中国人 是做官的,不怕外国人的 连皇上 光绪怎么样啊 都怕外国人 那这外国 为首的是德国人 克林德 那么当家有一个人 得跟皇上打交代呀 这个人也是德国人 可是皇上说什么不行 他说什么可算 这个人德国人叫什么呢 叫 比西 德国话嘛,叫比西 要翻中国话呢 就是 必识 要不怎么现在有这么一句话 别看皇上 不行 连必识也管不了 这句话六十多年了 六十多年了 可是当官的皇上啊 都怕外国人 老百姓怎么样 不怕 还有联系呀 这个村跟那个村 这县跟那个县 越聚越多 义和团 人多了呢得有负责人呢 负责人就是大师兄 再其次 就是二师兄 那么在这一个团里的这个大师兄呢 六十多岁 惨白胡须 有个外号 叫小诸葛 胆子可大 越闹越多了 这外国人害怕呀 跟皇上一伤 说这怎么办呢 光绪说不要紧 我这有清兵 打义和团 义和团一听这信说怎么怎么样 怎么打不打 打 大伙都说打 头一仗在哪儿啊 在落发 林杰这儿到天津去 半途中有个落发呀 头一仗就在那儿 头一仗把这个 清兵就给打垮了 这外国人更害怕了 这怎么办呢 跟皇上的密商量 出了一批洋枪队 这第二仗可坏了 洋枪队是什么呀 那个年头没有这洋枪啊 什么绝霸子六轮啊 这玩意是新鲜 医护团使的是刀枪剑戟 这些都不行了 第二仗 医护团打败了 伤了不少人 把个二师兄 王德胜 让他们给护了去了 护了去交到什么地方啊 吴清县 大师兄带着人回来了 一点名 同意查人 短好些人呢 最重要的就是 二师兄啊 王德胜 说这怎么样 说怎么还打 对 还得替 我们弟兄们报仇 对 正这说着呢 外边跑进一个人来 可了不得了各位弟兄们 我们二师兄啊 我们二师兄啊 让杨强队给逮了去了 送到了武清县 到那一口啊 全招了 武清县现在 出告示了 七天县 所有的医护团 自首 投案 过了七天 按门 掏 就地 阵法 这怎么样 哎呀 大伙一听这话 可就毛了眼了 这说 二师兄不对 不该招任呢 说怎么可不能自投 也不能自首 也不能投案 你言我语 大师兄坐在那 不愿意 想主意呢 那么真要 他按门套这怎么办呢 想了半点主意 站起来了 各位弟兄们 大家不要嚷嚷 我说两句话 这个二师兄 这个人性啊 我知道 招不招可才两可 怎么办 你们大家先回去 我呀 探听探听 他要招了 我们就不管他了 他要没招 想主意 我把他救出来 有好消息 我报告诸位 诸位有什么好事 告诉我 大家认为怎么样 大伙说 我们听您的 好嘞 咱们走 各归各家 大师兄 一想 这事不对 这个二师兄 这个人 谁我知道啊 绝对不能招任 是不是 吴清县 出张假告示 往里 匡人 对不对 他这么一想 还真猜着了 不怪 他叫小 诸葛 真是这么当的事 赶得招的二师兄送到了武清县 县长一瞧 荒 一传的二师兄 这可了不起 当时声唐问案 各样的刑法都用尽了 二师兄三个字 不知道 这没办法 犯人没口供才有什么主意啊 稀里糊涂的就掐奸入狱了 这个直线 出了这么一张假告示 七天线 自首投案 都到了八天了 没有投案的 这一天呢 直线在书房子坐着发愁 哎呀怎么办呢 当差的回事 回名老爷 快了不得了 外面来个老爷子 这个老爷子脾气还很大 让老爷赶紧接老爷子去 老爷子说了 您要接晚了 您这直线可坐不住 老爷子的脾气可真了不得 老爷您赶紧出去接老爷子去吧 我的老爷子 什么乱七八糟的 怎么当的事 这个当差的正在门口呢 有打东南角 这来了一辆轿车 这个轿车到门口站住了 一看这辆轿车真叫漂亮 菊花青的罗子 硬木的小儿 蓝木的车檐 车棚 车围 一颤心 上边所有的这个白活呀 擦的是赠荒袜亮 再一看这赶车子三十多岁 毛蓝布的半大甲铐 紫头裤子 白袜子 轻洒鞋 外边套着 大容的砍尖 蓝阳皱的大口 小便打紧 戴着红鹰帽 到了门口一揽车手 车站住了 把这鞭子就往这三岔 这么一叶 一心这个吐鲁垫 把板凳拿下来 往这一搁 这脚一踩 右手一掀帘子 接上边下了个老头 这个老头精神 浓眉阔木 惨白的胡须 小帽是大容的小帽 珊瑚的那帽点 颜色就娃娃脸 蓝宝石的帽证 镶子好歇个小柱子 往上边这么一看 穿这个衣服 血清扬皱的 大甲袍 张断的马罐 在二纽这儿 拴着三绳 胡书 耳瓦 牙签 戴着这个 鲨鱼皮 绿颜色的眼镜盒 往下边这么一看 古铜色 墨本段的夹套裤 漂白的袜子 玫瑰紫的 符子铝鞋 右手带着个扳子 战轻碧绿 左手拿着个龙头拐 上面拴着个大葫芦 还得一下来把这个拐棍往右手里 一揪 不拄着 地露着 一咳嗽 往衙门里就走 谁呀 医护团的大师兄 嗯 这个胆子好大 他往里走不行啊 这儿还有当差的呢 喂 老大爷 您站这儿 老大爷 您有事儿吗 怎么这么和气呀 那阵那个 当差的可是 失了眼 你穿的裤 他称好你 穿的裤 张口就马戒 老大爷 您有事儿吗 他不是客气吗 嘿 老头比他还客气 他妈的 没事儿上这儿干嘛来呀 别慌 这老头张口罵戒呀 不是老爷子 您有事儿 您得跟我说一声 跟你说一声 你干嘛的 别瞧你挣的钱少啊 管的事儿还不少呢 不是 您跟我说一声啊 我给您回禀一声 混蛋 就凭我上这儿来 现在还有你回禀吗 不是老爷子 不是那么说呀 现在不是 兵荒马乱 我们老爷有话 也别说给您回禀 您赏我一句话 我给您原一声怎么样 这么说还行 告诉你们官 就说老爷子来了啊 老师好 老爷子来了 哎呀 谁的老爷子 不认识 哎呀老爷子来了 哎呀老爷子您可 我给您请啊 您可别怪我 我瞧您眼熟 眼熟当时我想不起来 我实在是 瞎眼 您是拿福的老爷子 您还怪我是当小差似的 大人不见小人不 老头肚子里跑骆驼 谁跑骆驼 不是我 小门叫骆驼 是这么一个 您赏计划 您拿福的老爷子 告诉你们官啊 我是安慈仙的爸爸 老爷子 好 您是老爷子 您不但是老爷子 您还是真正的老爷子 回来 什么话 什么叫真正的老爷子 这老爷子还有冒充的吗 是啊 您是真正的老爷子 您是安慈仙的爸爸 安慈仙跟我们直仙把兄弟 您是安慈仙的爸爸 您是我们直仙的干爹 您不是真正的老爷子吗 有错吗 没错 去 咋 赶紧往后就跑 跑得歇歇带船呢 跑得口干舌燥 心惊肉跳 见着直仙胡说八道 来了一大堆老爷子 直仙这么一问这才明白 哦 义父道 虽然我们人俩没见过 初次来 我得看看去 没见过吗 没有 那日做官 可走门子啊 走哪的门子呀 天经到 他跟安慈仙 走一个门子 安慈仙 吴清县 吴清县连县 时常来往 两个人磕头 拜把兄弟 眷属 不在县所啊 都在老家 对于 对方的老爷子 谁也不认识 可是 吴清县的老爷子 常来 安慈县 也没碰见过 这个岔屁就在这 好 出去迎接 来呀 预备茶点 迎接 找 老爷 让到哪 内书房 这可不简单 内书房 拿医护团的大师兄 当了内亲了 这出去 县官把帽子戴好喽 出去看这老头真精神 过来赶紧请安 老爷子 您好啊 好 带路 这 带路 进大门 垂合门 二门 内书房 底人一打帘子 老头 滴里滴罐进来了 他有上下座 老头就坐这了 这是八县 要来的朋友呢 直县就得坐那边了 这不行 比他长着一辈 跨凳就坐这了 坐在这就问好 哎呀 老爷子您好 好 您说声全好 全好 直县一听这老头什么毛病这 老爷子您 是不是 生点气呀 可不是吗 哦 呃 当差的说话言语不周 呃 回头我管教管教他 你胡说 我怎么胡说呀 我能跟这个当差的一般见识吗 哎 那么 您跟谁 我跟你兄弟 来 哦 跟我兄弟你们亲眼俩 那有什么说不过去的 哪天他来了 我说说他 给您 陪个护士也就完了 我问问你 你跟你兄弟这个把兄弟你们哥俩的交情怎么样啊 怎么样 直县一听 哦问我们交情 我得拉近 这是我干爹吗 哎呀 我们过来好极了 虽然不是一母所生啊 那跟亲弟兄一样 他一渴了我就垫你喝水 他一吃饭我就张嘴 他一走道我就卖腿 他一困了我就冲嘴 什么直线呢 好 我冲你说了 大喊一说冲他说了 这直线不知道什么事 老爷子 您别着急 什么事您冲我说了 我问问你 你这是 是压了一个王德胜吗 是是是 大高个 对对对 靠这个左边有块霸了 是不错不错 你认识他是谁吗 医护团的 二师兄 你怎么知道是医护团的二师兄呢 招了 大师兄一听这话 撑起来 招 不可能 老头站起来 招了 都招什么呀 说 招什么了 都什么词说 他这瞎话他难说呀 他 他 什么也没招 你坐下 你干嘛生这么大事 没招 没招不对吧 没招怎么不告示呢 老爷子 这是您来 别人我可不能说啊 这告示 这是假告示 为的是 宽宏运货团 让他们自首投案 几天线呢 七天 多少投案的 哎呀 一个人没有啊 他有不了 老爷子 怎么有不了啊 错了 王德胜 王德胜 我是义户团 那是我的表弟 你的表叔 直线一听那味儿 这里怎么又出了表叔了 这 老爷子这是怎么意 怎么是我的表叔啊 我告诉你 你还糊里糊涂呢 这名字不对 义户团的味儿师兄啊 不叫王德胜 叫王德胜 让你兄弟带着了 到那一口他都招了 你兄弟带着人呐 在那抓人呐 在头几天我的表弟失踪了 不知道哪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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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一个毕业打钉 说在你这儿压着呢 我放心了 我赶紧叫你兄弟 我说到你大哥那儿去 赶紧把你表叔接回来 这个小畜生可把我气坏了 他说不行 他说这一案嘛 是外国人送来的 不能发 啊 拿外国人吓唬我 好啊 我不怕外国人 我纳闷啊 你们当是 清朝的官 怕外国人 好了 你不是做官了吗 实现 你做官了 露亲不认 你表叔你也不认识了 好了 你也不相信你这官前哪儿来 没我你做官 你做门插会 好了 你甭管了 我们爷儿俩为这事儿我们吵起来了 我不让他管了 怎么样呢 我来 我不能派别人来 这个很重要吗 这个很重要吗 那么咱们爷儿俩出次见面 今天我来了 你兄弟已经 把一群团逮住了 你还能诬赖好人吗 又不是外人 我的表弟 你的表叔 今天我来了 这个面无论如何 我 你得给我 可这事儿呢 可不大 你 琢磨着办 怎么样 啊 就这么一冷笑 直线这么一听 哦 干这么大的事儿 赶紧和颜约说说 哎呀 哎呀老爷子 今天这个意思 您是 到这儿 来接人来了 啊 你能上吗 你不怕外国人吗 不是不怕外国人 说不怕呢 可以 可以算怕 说算怕的 也算不怕 这个不是怕 不怕的意思 是那个 你想这个 这责任 很大 有责任的关系 是啊 我比你明白 我不知道你有责任吗 你怕单责任不要紧的 马上 给天经道 啊 这我大哥去封信 让他给你来个公事 你建了公事 把你表书再放咯 这责任没你什么事儿的 你放心 你跟你兄弟一头磕地去 我可高贪啊 你们都是我的儿女 我不能让你为难 你颠对着办哪 直线这么一想 对 老头跟天经道吧兄弟 来了公事 我再放 我被老头得罪了 为什么放着河水不洗船呢 哎呦老爷子 既然说的这儿这么样子 把我表书啊 先放出来 你们老哥儿俩先回去 有什么事儿呢 我见着我兄弟 我们哥儿俩在商量 您看怎么办 哎 外长 有个面 好 不怪你大吉岁 你还是真明白 其实啊 真糊涂 好 我也有事儿 你也有事儿 啊 是儿 哎呦老爷 那个监狱人多了 谁跟你表叔啊 怎么那么混蛋呢 就那大个儿 哦大个儿 哎呀老爷 六七个大个儿呢 哪个大个儿啊 哎 就是那个带辫子那个 哼您怎么 不是都带辫子吗 这姓什么 这混蛋 哎对了我还没告诉你呢 黄德胜 好 一和团 不要胡说 别胡说 请进来 刑法退掉 是 好了 一会儿的工夫拆人 把个儿师兄 掺出来 大师兄借着玻璃这么一看 就知道用的行不小啊 走道都不好 走不了了 这个儿师兄想什么呢 县官必是有事找我 底下人一掀帘着 二师兄一愣 心里说 他怎么来了 刚要说话 老头站起来了 哎呀表弟 我真对不起你 我值得信太晚了 哎呀让你受委屈了 一指这支县 你看看 把你表叔折腾着样子 还不给你表叔赔博士呢 实险一听这都哪儿的事 赶紧清安过来赔博士 刚坐下 外边听差的回事 棒 安慈县大 武清仙一听 哎呀 怎么当在这儿来呀 哼 老爷子都正发脾气呢 让到外书房 老爷子正发脾气呢 是 走了 大师兄一听怎么安慈县来了 心里一哆嗦 坏了 我跟安慈县一见面 这叫醉鬼进瓷器店 满砸 看这个老头来得还真快 啊 谁来了 安慈县来了 哈 我这正等着他呢 告诉他 别给我耍派头啊 把他那官衣都给我脱了 啊 一步一个头给我刻在这儿 咋把人给我拿架法去 我在这儿管教管教这个小畜生 武清仙一听这可糟了这个 在衙门管教婚女啊 当着衙衣三半不好看哪 老爷子 您的脾气可真是 了不得 您别生这么大气呀 咱们俩说的挺好啊 您不是瞧我了吗 得让您过得去 您到家了听信 不当给您赔不是 给我表叔还得暖腾呢 老爷子 您请吧 您瞧我了 好了 不瞧你 说什么也不行 兄弟 走 差人掺着往外走 出二门就垂火门 往东一点 这就是门哪 可是南房五间 待客厅 安持县 外书房待客厅这儿听着 老头刚一拐弯 这一嗓子 还武清仙吓一跳 嗯 我不走了 他不走了 什么事您就不走了 老爷子您怎么了 又翻脾气了 我越想越生气呀 这么点小事嘛 哦 拿外国人下火 亲儿子不行 干儿子倒行了啊 他也没想象 他那身打合处来 坐直线 我不走了 他在哪呢 给我找出来呀 躲着十一躲不了 出十五啊 怎么着 这爬哪去了 给我找出来 我跟他没完 这儿一说没完呢 武清仙说 这位怎么着 没见没完呢 哎呀老爷子 您这脾气可真是 您自己受伤啊 咱们俩说挺好啊 您也有事 我也有事 天也不早了 您走吧 爸爸 哎 走 赶紧静等这一句呢 这哥儿俩出了大门 一上这个轿车 帘子一放 哼 一摇边这车 快急了 走了 安慈县干嘛来了 安慈县听说他大哥这 逮着个二师兄 啊 他到这问问有没有安慈县的人呢 有安慈县的人 我到这我也 安慈县抓人 我也立功嘛 到这坐着轿车 一下轿车 当差的过来了 一请安 老爷您好 您暂且 到外书房 老爷子正发脾气呢 是 你倒问问谁的老爷子呀 他没问 他就坐在这个外书房 等着 工分不大呢 就听着 听着 听着麻麻糊糊 看似看不见 他离这大玻璃很远 他反正知的呢 是我们大哥的老爷子 同事犯错了 老爷子不定怎么犯脾气 这准知的就是这个意思 赶到这 他大哥把这个老头跟这个大 二师兄全送走了 他大哥低着头回来 他想这个茬 琢磨 越走越近了 他兄弟看起来 瞧瞧 让老爷子给说的这样 这不定犯什么错 赶紧站起来 好 大哥您好 好兄弟您好啊 老爷子来了 可不是吗 干什么来了 为这个义后团的事来着 是 兄弟我也问义后团的事来 其实蛮明 他问义后团什么事呢 他勤工受赏啊 老爷子 被王德胜 接走了 王德胜接走了 不是义后团的二师兄吗 兄弟 你跟我装傻呀 什么义后团二师兄啊 那不是咱们表书吗 咱们表书 啊你的表书啊 我的表书 他之前一想 我哪有表书啊 哎呀 这您不是出告示 不是招了吗 兄弟 你哪是 那告示是宽口供 假的 假的不行啊 大哥 有错拿没有错放的 您这不对 不是不对 老爷子的脾气 真了不得呀 我本身气得好点的 我恐怕对不起你呀 什么事您对不起我呀 在这说 咱们哥儿俩 这些年的交情 我们爷儿俩呢 又出次见 这三次见越听越别扭 大哥您都五十多了 怎么您跟老爷子 出次见 您这像话吗 谁的老爷子 您那儿的老爷子 我爸爸 那么还我爸爸似的 接走了没有 接走了 那大哥就是 坏了 这是义务团化妆啊 把义务团的二师兄骗走了 您这事做错了 这可糟了 糟了呀 这一听这句话 武清线 脸都白了 哎呀 这身的老头 也是义务团呢 啊 我认准了是你爸爸了 哎呀 您这糟了 咱们这官算完了 得花多少钱 才能运动回来 哎呦 武清线连也白了 这儿正发愁呢 拆人回事 棒 老爷子到 三次线怎么一听 呵 好小子啊 好大胆子 愣赶饭回来了 跑了大哥 甭发愁了 锅儿不担跑不了 而且咱们还情宫受赏 这叫天网恢恢 苏儿不漏 这小子 跑不出咱们哥们手心去 来呀 把这老家伙都拔上 别把他放了啊 咱们俩出去瞧进去 武清线 安慈线往出跑 安慈线到这儿一看着 拆人愣着 你们怎么着 绑啊 快绑啊 别让他跑了吧 不听我的话 大哥 您倒下令让他们绑啊 武清线一瞧 哎呀兄弟 这别绑啊 这是我爸爸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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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